当你开始抛头露面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除了很多人说你好 还会有很多人说你不好 甚至用更难听的语言来对待你 这个做爸爸的心疼 我觉得你爸爸很了不起 我就没有勇气让我女儿这样来抛头露面 我们俩一直在聊 后来他看到那个微博上 这个媒体上 这闺女评价不错 还可以 这才放下一点心 你好像也转了一次 我转了一次 转了一次也是想给水医师打气 也是想安慰他爸爸 安慰他爸爸 就是说孩子们现在长大了 跟我们走的路不一样 我跟他爸这一代是 我们展示父亲对女儿好 是用什么方式 就恨不得每天出去跟人打一架 不让女儿看 不这样不足以证明自己多爱女儿 非常老套 所以我觉得他爸爸现在在家里 可能比他还胆盖心 所以你给制的招就是 回头让水军艺为了你参加这个节目 个人打一架 对啊 不会我们闺女连决赛都进不了吧 其实最简单 你就跟他说 爸爸我长大了 谢谢你以前的鼓励和指引 现在让我走自己的路吧 你给他把这个担子卸下来 好我回去跟他说 后来你跟他断别妇女关系 做我的女儿 哈哈哈哈 刚好 谢谢大家